别老盯着主角看 有时候配角更香 叶冰场领头 孟念臣紧随其后 今年的配角 真的一个个都治不可的 翻味算什么 演的好才是王的 那今天咱就一起来看看 最近影视剧里出彩的配角们 哪一个让你心动啦 周俊伟 青梅竹马的翩翩少年郎 对女主一直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一往无前的坚定 爱也没用 但她没用也爱 啊 我恨女主没有心 那种勇敢热烈的纯粹爱意 太感人了 我的宁宁 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 最好的不是我 是你 让我冠礼结束 并嫁给我吧 戏里是一南平板月光 戏外是财貌双全男明星 不仅是迈吉尔大学心理学社会学双学威学吧 爱运动 小提琴十几 日常都是温柔儒雅 一旦触及到专业 那真是游刃有余 这位提问 啊 我这边的是不是比这边的大 是啊 小提琴 你刚才说谎了 哪有什么完美男人 不过是一生要强罢了 我可以不愿意做 但是我不能不会做 然后一旦这种就发现 我会做 我就会开始有胜负欲了 就是我一定要学会他 然后不做他 成蕾 该说不说了 郭敬明是会拍的 怪不得他敢夸口 在演员二十岁的时候 留下他们最美的样子 云之雨里的成蕾 可以说是强势出圈 少年时 笼罩在母亲与弟弟 离去的阴影中 尽管家族的偏见 让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指人 尽管他时常受到忽视 但他凭借自己的实力 成为宫门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又帅又巧 而成蕾对角色 也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 很爱弟弟 也不想让他受伤 爱得太亲了 有时候反而会忽略的一种兄弟情 看似龚尚觉在教弟弟成长 其实弟弟也在教龚尚觉如何去爱 所以角色的高傲孤独 睿智沉着都极具魅力 而成蕾也终于摘下了 短剧男主钉字户的标签 成为了影视剧的一颗心形 宫闻明浩 慢改剧的受众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他有天然的次元壁垒 收有不深 就两边不讨好 但是宫明浩为了这个角色 认真研读漫画 把握角色的状态 留了半年的长发 在面试之前就花费时间去练太极跑酷 去道观学礼仪 连导演都被他的真诚打斗 剧里他实演的王爷 表面上是武当道士 慵懒随性 洒脱不羁 实际上是帅气多金富二代 这种角色的反差感 真的是最吸引观众 也是最大的挑战 他想清静 但不得清静 看上去冷漠 其实内心还是没有放下是否 结果劝谁谁不听 又莫名有喜感 王爷这个角色的魅力 让他把握的恰到好处 天雪王爷正在当之无愧 曹骏 诸香人家里除了两大游王争霸 还有男三在苦苦抗拒 戏台上是技艺高超的乐剧名角 戏台下是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 他本身长相周重 将角色的纯真和热血特征 都融合在了一起 诠释了共产党员不卑不亢的优秀品质 观众也通过这个角色 看到了战火年代爱国青年的赤子之心 同星出道的曹骏 可以说是真实经历过大起大落 在当初最红的时候 选择吸引四年去上学 而现在重新进入观众事业的他 气质干净沉稳 演技也在线 期待后续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吧 其实今年的好剧好演员都挺多的 也有越来越多的演员被观众看到 真正去用心对待角色 用心对待演戏的演员 值得被更多人喜欢 好了那今天就来说到这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